肯德基儿童套餐最大的受众不是儿童 而是成年人 毕竟儿童套餐赠送的那些玩具 对小学生来说可能有点优质 对成年人来说刚刚好 今年的肯德基儿童套餐玩具 再次戳中了所有大儿童的心 据悉5月21日开始发售的儿童节套餐 购买59到109元不等的指定套餐 即可获得随机一款宝可梦联名玩具 其中包括两款皮卡丘玩具 与一款可达鸭音乐盒 按照一贯以来的宝可梦人气排名 皮卡丘理应碾鸭是获胜 然而发售两日后 全网已经被广场无可达鸭刷屏 可达鸭几乎可以承接所有的网络热梗 化身表情包及大成者 为了获得可达鸭 不少网友再次发动了带吃计划 剧中新经纬报道 有人在网上开售带吃业务 打出了热量归我 玩具归你的slogan 其中不少带吃的价格 也已高出套餐本身售价 在上海 可达鸭也成了硬通货 据网友微博 有的上海小区团购了不少肯德基套餐 但只有一份可达鸭 最终只能抽签决定可达鸭归属 还有的小区团购也开始加入可达鸭套餐 有阿姨积极参与 但后来才发现这是大乌龙 团的不是真鸭子 只是一个玩具 还有颇具门路的团长联系到了可达鸭玩具代工厂 单价45 小区居民仅花不到12个小时 就买光了100尺 在团购信息上 这被称为可达鸭地板价 事实上 自5月22日可达鸭出现爆红趋势后 二手平台上的可达鸭售价就在一路飙升 从100元价如今已涨至1000元价 且收卖者表示还会继续涨价 而可达鸭这次爆红 也反向输出到了他的故乡日本 在日本二手交易网站 广场无可达鸭的单价 也被炒至12999日元 换算成人民币为600多元 就和之前所有的爆红玩偶一样 可达鸭成为了最新理财产品 曾经卖琳娜贝尔和冰敦敦的黄牛 也开售可达鸭 目前看来可达鸭持有者依然稳赚不赔 在可达鸭的价格逐步离谱后 肯德基也不得不站出来歌喜 今天肯德基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网上高价出售可达鸭音乐和属个人行为 与公司无关 并称 公司不会将赠品单独出货卖给黄牛 目前不确定网上出售的可达鸭的货源 肯德基似乎很擅长制造流行引发抢购 早在今年一月份 肯德基便和知名玩具制造商泡泡马特 联名推出Demore系列盲盒 当时大售的套餐售价为99元 彼时肯德基套餐搭配的玩具有7款 以盲盒形式随机发放 其中有1比72的概率出现隐藏款 为极其玩具 有消费者不惜一次性吃资10494元购买 106份套餐 还有消费者为球娃而购买带吃服务 雇人带买带吃套餐而获得盲盒 甚至出现将吃不完的食物直接丢弃的现象 联名本身就很容易制造流行 引发哄抢 想必大家还对当年优衣库联名款造哄抢 事件记忆犹新 2019年夏天 优衣库推出的KWS联名款 在国内一经推出就卖到断货 大批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凌晨7点就排队 队伍有千米长 有的门店的六七百件货品5分钟之内被抢光 据悉这款联名T恤优衣库实际生产了100万件 按照每件99元计算 优衣库警停这一件T恤单品 就创造了近1亿元人民币的销售额 实际上 这些单品的相当一部分 在后来 被炒到了每件200到400元 甚至还有的卖到近千元 这次可达亚的走红依然也是一种联名的IP效应 可达亚虽然不是宝可梦的C位 在中国也绝对算得上流量玩偶 毕竟 谁的聊天记录里 没有出现过几个发疯或呆住的可达亚呢 但可达亚的走红又不完全是IP的效果 在如今的互联网 玩梗才是制造流行的终极秘诀 和皮卡丘水狐与百剑相比 可达亚音乐和本身更具可玩性 造型呆萌 BGM很魔性 这是玩梗的基础 但真正将它推向流行的是网友的二次创作 可达亚两只手切换只是简单的动作 但当上面贴上纸条写上文字 就拥有了无限可能 这种僵硬的转换节奏 甚至还能营造出一种画风一转的效果 这也成为了后来海量可达亚标语 视频病毒是传播的根本原因 可达亚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 就像风传中描述的那样 人用货币能够买到商品跟服务 互联网时代 我们同样可以可以用社交货币获得家人朋友 跟同事更多好评以及更积极的印象 我们可以用社交货币买到一些情感的东西 可达亚们一定程度上 成为了当代人在互联网建立 人设意义的内容 具有在社交场合的出厂价值 从这种角度来看 每一种新事物的爆红 都是因为切中了大众对于社交货币的需求 它可以是可达亚 可以是宾敦敦 也可以是林娜贝尔 下一个优惠是谁